加州正在通過一項新法案AB1772 將對零售盜視嫌疑人 實施更嚴厲的處罰 根據AB1772法案 面臨兩項或以上盜視指控的嫌疑人 將不再視為輕罪 需要在院監獄服刑6個月至3年 根據2014年通過的加州47號法律 一些零售盜視犯罪被歸類為輕罪 自新冠疫情以來 加州各地零售犯罪事件有所增加 導致許多商戶關閉 對此已有立法者要求 審查該法律的時效性 確定是否導致河濱縣 和San Bernardino縣等地犯罪率的上升 折下來AB1772法案 將進入公時期 並交由州長紐心簽署 居民可掃描二維碼 了解更多該法案的訊息 天下維持記者編輯報道